这个苹果多少千斤老板 十块钱三斤哈 这上面都是十块钱三斤的吗 这个买多少千斤老板娘 三块五 三块五 这是哪里的苹果 这是院台的 院台的 这个苹果看起来蛮好看的哈 看 昨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那个车冲花了五十多块钱 然后冲一晚上就冲不进去了 我现在去把它退回去 我本来现在是去摆摊的 刚刚我买了一个大头笔 然后搞了一个纸板 上面写十元三个 我本来想写十元两个的 然后我想十元两个 估计没人买呀 然后我写了十元三个 昨天拿的苹果 花了两百六十块 拿了两箱苹果 昨天晚上放了一天 今天放了半天 感觉已经没那么新鲜了 现在我心机如焚 刚刚我去路边摆摊的 问了一下 别人是开的货车卖苹果的 我问了一下价钱 多少钱一斤 别人卖的三块五 而且那个苹果也挺漂亮的 比我拿货还便宜了三毛 我拿货是三块八 别人这边摆摊的买三块五 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昨天拿了两箱苹果 现在还没卖我就后悔了 哎呀不知道会不会亏本了 我估计是会亏本的 因为我这个规模比较小 就两框摆在那里 你摆的太少了也不吸引人 我估计最少要亏两百块 估计再放几天就坏了 自己吃也吃不了那么多 我现在把这个车充把它推回去了 我赶紧去卖苹果了 我没有蹭在网上买的蹭 还有三十天才到 只能照按个数卖了 看一下我的苹果吧 昨天在批发市场 经过来还很新鲜的 昨天晚上放了一晚上 然后现在到下午了 苹果就好像没那么新鲜了 没有那么有光子了 哎呀要赶紧卖药 大家觉得我这个苹果 卖十块钱三个 好不好卖药 别人都是卖的三块五一斤 然后十块钱三斤